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在伤害自己 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王洪光也明确表示 在中美趋向新冷战背景下 南海是暗流涌动 而台海则是火山即将爆发 不过也有专家在场十分乐观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认为 中美关系总体还是成功的 既没有出现热战也没有出现冷战 而在G20中美领导人会晤之后发生的孟晚舟事件 并不是中美关系的失态 而是插曲 她还表示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加主动的塑造能力 另外中国美国商会的主席蔡瑞德表示 中美贸易摩擦会有一个双赢的结局 开放市场对中国美国都有好处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也认为 通过这场贸易战 中国可以通过全面生化改革 迎来一个更好的新时代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时时报 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代